欢迎回到里马新闻世界,我是杜亿 日月潭的潭水、淤泥来自于浊水溪上游 溪水经过物色水库、五街坝供应给日月潭水利 也供给中下游的灌溉、民生以及工业用水 浊水溪沿线电厂曾经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然而水库、水坝的兴建却严重冲击沿线部落的土地权 许多部落原本依着水岸种植农作物 但是水库、水坝的兴建改变了整个环境 淤沙掩盖了河床,逐渐埋没了耕地 随着土地越来越线缩 族人也忧心,能传承给下一代的土地到底还剩下多少 如果这个河床的沙没有清楚的话 在这个河床两边的这些山、土地都一年一年就这样崩落了 这个是应该中央或是在相关单位也知道 我们在这个部落所遇到的问题 然后所面临的这种环境 包括我们居民的土地 都会在每一年的情况当中可能会是这样子 因为目前现在沙石都一直增高 所以就是很怕大水一进来的话 真的是会造成这个部落来危害的一些稻田 还有我们租户 我们中部有一个着水系的发电系统 最上面是乌兽水库 我们有万大电厂跟松林分厂 它发电的水游入我们的五届坝 五届坝做一个坝 然后有两个隧道 大概有15公里的隧道 已经隧到日月汤来 其实我们五届坝就是在沉沙用的 一基严重严重 你们刚刚讲的主要不是它的问题 但是事实上我们原来设计 容量有1400万立方公尺 目前大概只有30到80万立方公尺 会随时让我们使用 讲解当然严重 但是我刚刚讲的 它的功能是染水 汽水到烈毯 事实上像去年我们没有大洪水 也没有机会来排沙 要有下大雨或台风 一秒几百吨的时候 我们才有机会排水 然后说把沙带出去 台电说明五届坝是沉沙用途 仍可有效供应日月潭潭水 不影响发电 观光 但是五届坝只有等到大水 台风 才用水力冲排鱼沙 平时五届坝则阻挡了河道自然疏沙 使得临近五届坝的南投县法治村五届部落 万丰村的取滨部落 承受着淤泥带来的土地伤痕 这个工对台湾的这些经济效益是非常大的 可是他们就往往忘记说 珠水池源头的这些部落 这些居民 相对的 他们在真的受到这些效益的同时 没有想到我们在这个珠水池源头的这些部落 他们的土地 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生活条件 都非常非常的弱势 非常非常的缺乏 可是政府就是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 整条溪 包括所有电力的一些功能 做整条的这种号规划 包括我们的环境 包括我们的土地的保护 没有相对的给我们这些 电厂发电的这些效益 比照这个都会去的这个方法 来看我们的部落 这是我们觉得是很不公平很不公平的 那政府应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这个河床 那个都整个那些 可能那个差不多有两甲多的地主 现在被埋没了 就根本都没有办法走 那你看都已经放回到这个样子了 那你说叫人就怎么走 变成说那些地主的小孩子 都往外面找工作 因为没有地 因为那个都被埋没了 我们还有这块地的话 我们还可以说 去跟做 去种一些自己要吃的 要种一些自己卖的这样 那边那个大部分都是 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地 那是水田 他们以前都没有怪手 他们都自己用人工来去挖 所以我们舍不得说 你看如果说你政府没有尽快的来 去帮我们一些那个 那个当土墙 如果说没有给我们做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 那我们还能做什么 是不是这样 这个鱼沙一直在聚增 一直增高 所以这个河床的这个 串流的方向都不定的 它一旦这些河床 这些水 吸食到这些山脚 一下子就土地就崩落下来 在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土水流 上面灯坊嘛 那这个地方会有嘛 所以我们在这些 以沙的清除的时候 运输的时候 我们就会讲说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 挖深一点 然后让那些河床 在台风来或是土水流的时候 这些桥就可以通畅 不会受到影响 很多的居民 土地被冲掉了 原先在这个山崩地的这一大块 它是存在的 后来被冲走之后 很多人就是因为 他的土地丧失了以后 没有土地跟踪 所以我们讲说 好那怎么样去 为这些居民 部落的这些人士们 再做一个规划 把这个地方 做好提防之后 如果回田的话 让他们优先在这个地方跟踪 最好这个提防是沿着 上面那一段慢慢坐下来 我们原住民的地 我们把这村民的地 可能是一直到那个 河床那个边 它有个界线 连着下去 最好是逐年做那个提防 坚固的提防 钢筋水移 然后再放那个 就是肉粽那种的 给它堆 这边就是到了台风季节 泄洪的话 我们这边的水位 都会满上去 淹锅上面 所以这边的一些村民的 有一些水田 他们也不方便耕种 因为你种了 大水来又冲上去 就等于白白种了一些东西 所以当初他们设计这个 也是我觉得是不理想 也太低了 最起码你要高度要高 因为到了大水 淹过去就没有用 但哪一天严重的话 上去它冲刷下面那边 刚好那个上面 就是我们五届天主行家会 它一直冲刷冲刷 甚至也会冲到上面 为了解决上游河道土砂淤积 及回田耕地问题 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在万丰村孙海桥上游一小段 用现地办河滴水保护工法 事办施作保护工程 但河川局保护工程工法 并未使居民充分理解 这些土砂 从河道中挖一条生草出来 那生草把这些多余的土砂 放置在两岸 当作这个滴水 附岸的一个保护 那附岸后面的一些 一些地挖地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土砂 把它回田 增加民众的一个耕地 但河川局保护工程工法 并未使居民充分理解 堤防工程 使居民产生疑虑与忧心 所以台风一来的时候 这个区块全部会不见 因为这个没有堤防 所以整个河川 一定是跑到这个里面去 所以变成说这个土地 是一瞬间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会讲说 你在这个地方做堤防 然后又把我们的堤防 做到我们居民的土地里面 这个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防御 这种事实 就知道说 你就故意把这一块地地 给它充实掉 太明显的 所以不知道这个是 政府想要把这个地方 侵蚀掉 因为你们也表明说 你们的这个河川区域 已经跨到里面 不知道是将近大概 又再增加50公尺 所以变成是这样 变成是 这种情况变成什么 就是说你们不要在这个地方 再种东西了 为什么 我们已经不做保护了 这个地方我们不做保护了 为什么 你看那个湿湿这个地方 表示说你们这个地方 就不用再种东西了 这个地方自然就变成是河川的地 可是我们保持这种原则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土地 因为我们在部落里面 所谓的土地 是它自己存心的 不如允许失落一小块 为我们下一代来考量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增加 不允许我们的土地是减少的 我们在部落生活才有这种条件 这是我们一直在争取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设施 然后设施放到里面了 我们有阻挡过 这个东西 你为什么不按照原先 我们的土地在做保护 为什么不把原先的这个 这个堤防再强化它的功能 让我们安安心心的 这个地方重新让我们使用它 让我们部落 没有土地的人在这个地方 真的安心的做生产 我们会形成这个部分 参与现地半河滴水保护工法研究的 中兴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 苏苗斌则解释 提防采用限定材料的工法 虽然遭遇大水仍有风险 但跟舊提防比较相对稳固 我们用限定 因为混泥土 其实本来也就是砂石跟水泥的混合 那现场既然遗积了这么多砂石 我们也没有办法 想办法来做利用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利用现场的砂石 如果它的材料适合的话 我们用它来做 这样子的一个保护体 那以前没有这样子的选择 只能做永久的构造物 那做永久的构造物以后 发现半河比较容易坏 做得太强 坏掉以后很难处理 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 试过在政府其他单位 试过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只要你不要真的被石猴打到 被很大的石猴攻击 那这样子的构造物 反而是比较好的 现地土石半河工法 曾在农委会学徒保持局支持下 在摩拉克灾区 莱伊等地施作 使一些部落免于千村 继续在原有土地居住 用莱伊地区做范本 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在莱伊的东西部落 那虽然在依满 然后造成很多伤害的时候 政府单位很多人进来 看到问题规模这么大 那只好就裁定 就千村 可是千村对于原住民的保护来讲 是一个非常没有保障的事情 因为千村以后 我所有的跟作地 并没有办法跟着迁 那没有了土地 这些部落的人 没有跟作的地方 他是不是 他就没有办法这样子生存 所以我们认为 还是要想办法排除掉河道里面 这些自灾的原因 他才可能得到一个比较良好的改善 现地办和滴水保护工法 会是水库保护临近部落土地 耕地的解套方法吗 即待时间验诊 但河川局也说明 工程治标不治本 因为未来气候变迁 加上上游水土保持无改善 如果发生严重灾害 河川治理线可能越划越宽 划到山脚甚至有千村危机 这个问题需要各单位 共商预防方法 可能顶多是到两边的山脚而已 那山脚可能整个居民住的地方 还是根地有全部包括 那可能那边就不能住人了 因为真正发生那么大的台虹 可能整个居民的基础环境 会受到影响 那现在我们是尽量说 在现有河道先把它弄出一些深潮 减缓这个冲击而已 那当然治本之道还是整个土砂 上游土砂的一个维护 我们上游还有水宝籍 灵物籍 还有一些上游水土保持的问题 那那些问题也要共同来解决 那如果那些没解决 你土砂还是每年一直下来 我们这河道只是治标 也没办法说 你如果今年书一书 明年又那么多下来 那整个河道还是恢复以前的状况 目前河川治理线的化设 以使一些居民耕地囊括在内 土地将受到管制 只是要透过一手去说 我要在这边种植 向河川治做一个申请而已 那其实也没什么麻烦性 那一般的权利都不会受损 那土地还是一样 所有权利还是原住民保留地 一样 那应该不会受到蛮大的影响 原本祖先留下的耕地 不需透过申请 但在河川治理下 需要透过繁复程序 重新申请耕作 加上原本限定半河滴水保护工法 试图回填土地 让居民耕作 但因居民对提防没有信任感 无法安心计划耕作 随着淤泥土地越缩越小 让后代没有土地继承 甚至流浪到都市求生 我们的这个土地就看到说 没有办法在一年当中做计划 为什么 因为这个沙石的雨季 过来是可能会天灾的 会受到影响的时候 这些周遭的河床的部分 野稀的部分 四边的环境 全部都是休根的情况 我们一直在担心这个 那我们讲说 我们的子女 我们在原住民的这种生活 我们的生活方法是说 我们可能这个土地会去传承 传承之后 我的孩子到底分多少土地 变成是越来越小 你看在下一代 可能一个家庭就没有办法 有足够的土地 为一个家庭做抹生的面积 这个就是原住民 应该要担心的这个部分 河床被约束 河床旁边的地人约束 是要深山或是森林 保留地的这些山坡地 被耶稀的时候 原住民到底可以做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 我们就是没办法知道说 将来我们的子女 在下一代的子女 到底在原乡部落 在部落能做什么 连我一个家庭 都没有一个可以 牧生的一个土地面积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强调说 不管怎么样 在我们原乡部落 在天灾的情况之下 在政府的这个 偏向的一种政策规范之下 我们一定要争取 我们的原住民的原有的土地 不能放弃 大发电厂广播 幻大发电厂 现在要发电上回 心理水量会增加 请在西军里阵 马上离开 嗯 发电厂广播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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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